皮阴虚 唇肝 肾阴虚 喉肝 心阴虚 舌肝 你是哪一种 你平时有没有经常嘴巴肝 喉咙肝的表现 而且喝再多的水都没有用 一点都不解渴 其实这是体内阴液亏虚的一种表现 如果想要滋阴 首先我们要分清是哪个脏腑阴虚了 这样才能对症条理 中央有句话叫 唇肝 脾阴虚 喉肝阴虚 舌肝 心阴虚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呢 唇肝 脾阴虚 中央认为 唇为脾翘 乃脾之外喉 所以通过嘴唇就能看出脾健康不健康 如果嘴唇上经常干皮容易流血 感觉干巴巴的多半是脾阴不足 今夜不能向上乳阳嘴唇 就出现嘴唇肝 口干的现象 其次 喉肝肾阴虚 喉咙是肾门户 肾经循形需要经过喉咙 如果肾阴不足 体内阴阳失衡 阴不治疑 喉咙无法得到乳阳 就会出现越烤越干的现象 从而表现为喉咙干燥的现象 同时还伴有干咳严重 吐血丝的现象 最后 舌肝 心阴虚 舌为心肢苗 心血溶于舌 而且血属阴 如果心阴虚 心血不足 那舌头就得不到精液的滋养 就变得干燥 唾液减少的现象 这个时候喝再多的水都是没有用的 同时还伴有口舌生疮的表现 对 对